好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网友的提问 好 关注完东风家族之外呢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款空空导弹 就是霹雳15 来看网友们的问题非常集中 很长啊 我注意到不久前 中国空军军演的照片当中 有歼11B战斗机 并且携带了大量的霹雳15空空导弹 这是不是说明咱们的歼11B战斗机 已经开始服役了呢 和美国的AIM-120 还有俄罗斯的R77相比 咱们的霹雳15威力如何呢 太资深了 太专业了 这个战机和空空导弹 杜老师这样请您到大屏幕前来吧 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资料 请您针对这个资料来回应一下 刚才那几款导弹都是东风开头 那是春天的故事 这是霹雳开头 这是夏天的故事 说明这个季节正在快速地向前推进 以前我们对空空导弹的概念 大概有三种 第一叫近距格斗 然后叫中距蓝射 现在有了叫远程截击 在以前的两种导弹 我们一直是一个跟进状态 无论是纺织啊 还是之后的研制创新 那么我们在这个幅度并不大 但是这款导弹 把我们在世界空空导弹的 基本格局向前推了好大一块 所以它把它当成领跑者 一点也不为过 你看从整个数据来看 我们这款导弹 在目前的远程截击过程中 的确能够发挥非常棒的这种能力 你看它的最大射程 达到了150公里到200公里 但是数准不准 要以正式公布的为主 但是我们看120 包括77弹 它的射程大概都是70到80公里 美国人把120弹 现在改了叫AM120D型弹 它有个双向数据链 就是能够进行射手之间 那个所谓的这种沟通 它射程只延展了50% 就是说它可以达到1505公里 R77目前还是这个80公里 因为目前我们对比它的基本数据 目前我们现在的PG15 应该是它的2.8倍 是它的2.5倍 从这个射程来看 的确我们在最后 远程导弹的攻击能力方面 达到了新的水准 以前我们是跟 以前是法 现在我们当时了领导者 如果有了这款导弹 接下来我们无论是 歼11B 歼16 以及传说中的所有战斗机 它的综合能力 就会达到一个高端水准 因为对方的预警机 包括加油机 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如果有了这种弹 我们可以把这些安全的位置 都变成不安全的位置 另外在远距离内 如果对对方的隐身目标进行攻击 那么先低开火 先低发现 先低毁伤 三线就牢牢地在自己手里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夏天的PG 能够有非常棒的这种水准 增强我们目前 空空武器装备的综合作战水平 好的 非常感谢杜老师 请您回座